你所不知道的交叉分子数仪器 世界上第一台通用型交叉分子数仪器 是李远哲博士于196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建造的 李远哲将此仪器命名为HOPE 此仪器的设计成功降低了背景气体分子的干扰 让科学家能侦测到化学反应发生时 分子间的碰撞事件 是科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年后李远哲与Dr. R. Tershbach 因分子数的研究得到198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HOPE的主枪体是一个方正的不锈钢枪体 当内部抽真空时 厚实的不锈钢板可以抵抗外部的大气压力 使枪体不至于变形 在主枪体内部有一个可转动的通用侦测器 和两个分别安装在主枪体上的分子数源 分子数源主要用来射出反应物分子 两个分子数以90度角相交 反应物分子碰撞后产物分子可能飞往各种方向 再利用可转动的侦测器来测量产物飞行的角度与速度 侦测器内有质量过滤器 可选择要侦测的产物分子的质量 为了降低抵达侦测器的背景分子的数量 侦测器枪体分成三层 产物分子要直线背过三个小孔 并通过质量过滤器的筛选 才会被侦测器所记录 李远哲博士曾以他热爱的棒球做比喻 做交叉分子数实验就像看棒球比赛 在投手投出时速超过百公里的快速球后 观众们并无法清楚看见球棒打到球的瞬间 但有经验的观众仍可依球的飞行轨迹和速度 来推估击球的方位与力道 来欣赏打击手的挥棒技术 而交叉分子数实验利用类似的原理 由碰撞后敞入分子飞行的角度与速度 来推估发生化学反应的瞬间 参与的分子选手们的行为与相互作用力 帮助科学家们了解他们如何进行化学反应 在这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 或许有天能开发出属于原子分子球赛用的高速高倍速摄影机 但这曾为科学做出贡献的球赛场地 HOPE将被我们永远保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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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